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個是由香港門生陳雪奇所提供的命盤 因為人太累了 我們門生訓練了兩天 然後他就 幫我這個盤寫完 是前兩天寫的 然後還沒使用 我就把這個命令把它講掉了 他說這個是為了開店要開店 就是想要創業 但是自己頂不住 然後找他們借錢 我們來談談為什麼會這樣子 第一 從八字台看這個 他的椅木 並沒有水來幫忙 也沒有木 幫生 所以這生一定很弱 他如果要符合一個特別格局的話 那麼有可能是什麼呢 這個是他的日注 日注 那年 月 日 時 先檢視一下格局 以四日 三關 又見 煞 很多 如果格局不符合一個從格的條件 或者是 從格 也可以伸非常旺 也可以非常弱 那就會變成自以為是 然後 很會講 但是做呢 倒是沒有體力去做 兩個七煞 然後死傷又中 而且這個會有點繞繞 四根醜 都合住了 就醜味又衝動又繞繞 但體力頂不住 我們會覺得這樣的八字呢 很可疑啊 他先天的格局就比較有問題 就是說他的堅持力到底有多少 他是一個 我們覺得是很大疑問 所以他拿著這種DNA 最後的結果呢 大概都是失敗告終 然後我們到這在看運程就可以更精準的判斷 有沒有從 這個 要嘛就是從什麼 從財 財可以生煞 可是呢 這個財呢 才三個又不夠多 所以要從財呢 這實際上是非常勉強的 四根醜又合成金 合成金呢 也是從煞 所以這個被合呢 有嗆一點點分數啦 那這個十三個一 可以變成說從四啊 十三個一 然後煞兩個 然後財三個 好像很平衡啊 變成從四格 可是我們覺得 這裡面的疑慮太大了 我覺得他可能只能用你身弱來論 變成真的 他的體力不是很好啦 勉強算個 甲蟲啦 勉強啦 那一問之下 那體力真的是不好的 所以就 大概就沒有什麼特別格局可論了 就以我剛剛所說的情況去陳述 好 那指揮盤呢 他是 面帶天搖賢子 這個 可能會犯錯誤 賢搖 再生 欲望人生 這個吧 如果他身非常弱 他只會有那個缺點 優點就會很少 就是我喜歡女人 但是我頂不住女人對我很煩 對我的要求 對我的責任 就是 我要擔什麼責任 我不想擔責任 我只想上床 就實際上變成這樣 啊 你好煩走開 但是呢 想有需求的時候 你過來 哎呀幹嘛 這個 這個做一些 人體的那個連結 然後做完呢 哎 好煩走開 變成這樣 所以 有些民主會 想說 那乾脆我自己嫖妓就好了 就是花錢嫖妓 就往人生的底層走 越嫖越低頻 除非你去買 磁場很好 很好 很好 很高的 那負不起啊 好 那 老實在主張就是說 只要我負得起 就可以嫖嗎 哎 那你子孫會學 你子孫會學 你家裡還是會拜啊 只是沒有像那麼快啊 一般去找那個很便宜的 那個磁場不好的 因為他要服務很多客人嘛 就是說磁場不好 因為大家都來 那你就是跟他們的氣就中和了 這個呼籲大家 沒事不要 亂弄 這個了盤士群也有講這個事 再來 既然他已經不會犯錯誤了 我們就可以往這方面論 他說要開店 好 開店 什麼時間開店 他這個年紀呢 年月日時 未年生 未年那是 1 13 25 37 25 37 37 3 聽說他不是年紀很大 35 36 37 38 39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這個年紀 那33歲呢 就在這個時期了 這個大運啊 聽說店開沒多久 然後合夥拆夥 合夥拆夥 為什麼 其實 光是這個格 我就不是很建議 可能甚至有自己脾氣不佳 龜毛的現象 然後又繞繞又自己維持的現象 所以他不是一個合格的好的合夥人 就我明講啦就是 我看到這八字的時候 如果我們能講有權限講的時候 不會背因果的時候 我們會說 你不考慮一下嗎 你一定要找他嗎 這個一定會拆掉的 二五到三四 這個合夥工位 乙姬良子鷹 記錄太鷹 太鷹在那邊 聰明 啊 爆了 而且這可能會有太鷹錢的問題 你不能說論開會店是為了女人而拆夥 不是 那這個時期的奴婦工 新聚養曲 倉 充田 奴充田那不是損財嗎 那問題是 他這個開店之鷹怎麼來的 他是在 這種運程 這什麼運 財年的時候都愛玩 然後 要嘛談感情或愛玩的幾種情況 這 又醜虛偽三行 你投資店 那今天投資小的 投資大的一定爆 因為 那個資金流會出問題 而且應該擔心錢的時候 有兩種型態可以讓你擔心錢 一個就是投資爆掉的時候 你在這一運一直擔心錢 另一個就是 你就賺不到錢 然後一直擔心錢 你要哪一種 有沒有第三種 有 多做善事 然後呢 結果變成買房子了 可是這個人他的社會技能跟精力 他必須都要聚足跟足夠 可是以前的運 比較難 1999年這個第一大運的時候 他乙更合金 說很忙很忙很忙 可是 真正人生呢 都不是第一運 就可以定案了 第二運 這時候 都是玩嘛 然後這時候才嘛 也是玩嘛 可能要在這時候會比較好 因為螢幕去生火了 他比較會專注做某件事 因為是丁虎關係 如果到丁虎的話 他可能會搞東搞西搞更多東西 所以他前面不算是真正的 好的歷練安排 如果把這個跟子排在2009 可能可以 可是就太前面 太前面太前面 好 那麼 在25到34 開店的事情 本身就是個錯誤 但為什麼會有人找他開呢 乙姬良 全入他 這個有人把什麼工作交給他 或者是找他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可是這個乙姬良也衝本命的關 那不是有問題嗎 可以論他這時候情仰火先很衝 但是卡到贏嗎 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他要找我們那個 香港門生去借錢 香港門生他一看這個盤 我人在日本 好像回去在 反正就是 講一些冠冕堂皇的話 就是不借 最後結果呢 如他所預測 學命理是不是有這個好處 你反而省了一大筆錢 因為那些人的錢是拿不回來的 他是 這種想玩的運 開一天 又不開 再開一天 不開 到底什麼時候開 10點要開 結果變成是下午1點才開 那會有聲音嗎 氣都敗了好不好 店不能這樣搞 幾點開門就幾點開門 你可以提早 不能太晚 那不然人就不會想要過去 不會進去 好 這個合伙已經有問題 而且這個製化劑會不會有狀況 霧灘因幼基 我不覺得製化劑是什麼大事 要看是什麼製化劑 看在哪一工 這個在 這一運 夫妻公製化劑 就感情不佳而已 因為坐在夫妻公 跟錢呢 大體上關係呢 不是主因 我會把他排在中後 中後 的原因 不是主因 我終於不會看這個 那 我會覺得 這個開店呢 如果變成他鼎式 他把合伙人 已經就是排主走趕走了 因為他自己有差意見 這個對錯 我們沒辦法論 因為他就是不適合合伙的 他會說他對 我跟你講開店 人人都有自己的主見 能開成就行 賈波斯有賈波斯的主見 馬斯科有馬斯科的做法 你能說他不對嗎 人家就是首富 那這個店呢 魁破巨陰灘 到灘狼 衝這個 其實還好 那魁破巨 跑到巨門 全入財 這會賺得很辛苦 那魁 陸入破巨呢 到底能不能入財 到這邊 對不起 田宅 這是本命田宅 爽爽做而已 不帶錢 這個不是我們財的公位 驗證就是這樣 我們都是看數據的 真的沒有 沒錢 那我們看官路嘛 羹羊 入入財 羹羊 應該要有啊 那 奴婦呢 新巨 如果談錢的事 我們不談合伙 新 跑到巨門 也有財啊 應該要入財啊 那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說 合伙本身是個錯誤 要不要他自己做 可是他自己這樣天氣自化氣 想太多 我說我是忠厚的原因 忠厚的原因 主因 我跟大家講 這種身弱 在這種財年 你不要跟我講 會賺錢 沒定性 除非要跟我說 這時候 他就打雞血 有定性 這時候 才能賺錢 這就是我們要談的東西 還好沒記 最後一領時間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賺到錢 人家的錢 是在哪一宫 哪一宫 人家的錢 對 人家的錢 是看什麼宫 父母宫 在這一領 的父母宫 吉武貪糧 有支柱他 柯露他 吉 五 放吉二 不算是 投資他的店 不是投資事業 吉武貪 也不是 糧 有 到文曲 文曲在 哪一宫 這文章在這邊 那 文曲應該是要在 這裡 好 不算 這是人家口袋的錢 是有刻錄他 先看奴捕 辛 巨陽 有人家有 是拿他錢呢 還是有給他錢 這兩個都會發生 因為錄 犬都有 辛巨陽 曲 曲 剛剛是在這邊 倉 到文章這裡 好 所以 人家是有資助他一些的 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才能開一個 十幾人座位的店 所以符合這個盤的邏輯 跟現象 不是 二三十人 四五十人 在香港開 四五十人的店 三十人的店 那成本真的很高 以上 就是我們今天談的命令 為開店而開店的人 如果你 沒有認識這樣的人 是種福氣 如果你認識這樣的人 也是種福氣 因為都是修行 祝大家 幸福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會 拜拜